大家好 我是杨子 来优酷国际版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蟹 和我一起沉寂至追剧吧 小人 好了 今日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余莫在找我 说明我还有救 颜丹 你不能自暴自弃 你要在唐舟的淫威下 努力地活下去 在红尘路寄一出 绝处逢生的好戏 别漂亮啊 唐天师 唐天师 您有吩咐啊 没什么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 你的死活 没事就好 能得到您的惦解 是我的福分啊 这么乖啊 是把骂我的话 都藏在心里了吧 你很有自知之明嘛 要不是为了套近乎 谁理你 唐天师 您看啊 您这走南闯北的就一个人 也没人陪您聊天 是不是平时很闷啊 怎么了 你是想套近乎 我 顺便呢 劝我留你作伴是吧 你就这么讨厌我们妖吗 不是讨厌 是痛恨 可是不是所有的妖都是恶妖的 或许是吧 只是我没有见过 我呀我呀 你一共见过我两次 你有见过我做过一丁点的坏事吗 灵牙俐齿 蓄衣匡便 不算是作恶吗 这当然不算了 我是为了救我们花精族 我们花精族 世世代代隐居在花影山林当中 跟凡人没有什么差别 若不是你闯入的话 这一辈子都见不着凡人 更别提害他们了 就算他们没有作恶 并不代表将来就不会 师门有训妖性本恶 不可转移 从前呢 我看一只白蛇惊可怜 将它从收妖瓶里放了出来 可结果 他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反妖我 道理不是这么讲的 你不能因为一只恶妖 否定我们所有的妖吧 我虽然没有怎么见过你们凡人 可是我读过不少史书 什么战火不休 奸恶横行 子于同类之首的凡人 如过江之计一般 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人心更恐怖 你为什么捉妖之前 不先捉你们人啊 你是个画牢是不是 郭躁 你问了这么多问题 说了这么多 无非就想说服我对不对 我告诉你 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从今天开始呢 每天我只见你问我三个问题 回不回答就看我的心情了 多问一句 立马拿你去炼灯 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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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不是这么讲的是不是 你这里黑漆漆的 我也分不清楚什么时候天亮 什么天黑啊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度过一天了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过时不后 小人 好了 今日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哎呀 我们回答了 如果是一个问题 我还是有个问题 我还是要这么多 什么问题 终于 我还是要这么多一天 我还是要什么问题 嗯 也不是